俗话说有了艺术之后 世界才会完美 美术绘画是八大艺术之首 好的美术作品 不仅传达了生命万物之美 也展现了美术画家 追求完美艺术的热情 60岁的画家陈邦明 原本是一名济世旧人的中药师 一直在台中市自由路三段开设中药铺 20年前跟针灸式的太太赖品如 结婚之后 受到另一半的鼓励跟支持 开始拿起画笔 专攻花卉 鱼鸟跟侍女的工笔画 虽然工笔画的创作相当花时间 但是到目前 已经有50多幅作品 也收藏了1000多幅的名画 我因为从小时候 其实我喜欢画画 那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婚母亲不可以 不可能给我们走这条路 我们从小时候 婚母亲的规定 你不能走画画这条路 以前都说 外头没房价 那我本来跟我老婆讲说 等我退休 再来拿起笔来画画 可是我老婆说 你开中药店 没有所谓退休啊 没有所谓60岁65岁啊 你要拿笔要尽快 她说你不尽快 我人的眼睛会越来越受不了 所以我就从她40几岁 我就开始慢慢开始拿起画笔台 画家陈邦明说 从小她的个性就比较沉稳木纳 害羞内向 所以大学主修理工科 毕业后还干过一阵子的资讯工程师 后来回到台中市继承家业 也考上中药师 除了平常经营中药铺之外 最终还是没有放弃 她最爱的美术创作 内心天真善良 积极热情的陈邦明说 从事工笔画虽然耗时费工 必须有耐心跟美感 从构图到一笔一画都不能马虎 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细腻渲染 她的画被很多正商名流 喜欢跟收藏 太太也觉得很窝心 很骄傲 我为了成就 她画出一幅 大家看是一个很漂亮的作品 当然我尽量给她安静 然后一个作家呢 她我常常都把她置身在画的里面 请她要跟她的纸笔恋爱 当然爱过罪过以后 她自己才会知道 她的产品是美的 有时候为了激发灵感创造气氛 太太赖品如 还会来上一段古增演奏 真是所谓的秦色和名 甜蜜恩爱 就是有了太太的加持 最近陈邦明完成了一幅 天使夜罪的作品 有了突破性的创作表现 加上即将完成的花鸟孔雀巨作 都受邀在八月份到立法院展出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 欣赏到这些唯美 生动又多彩多姿的艺术作品 记者肖又金 陈文旭台中报导